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参加我的课堂。 现在我们来继续说明我们的核心服务在callback的机制的设计。 那callback的途径其实不只是一种。 那么在这里我们极限在透过IP接口的一种callback的机制。 在上一个小回合,我们看到了这一个server这一边的代码的写法,就是我们有一个sqrservice这样的一个类。 那我们也知道它有这个IP接口,透过它的网上继承的这个bind,bind的这个类。 所以它有它的iv接口。 然后这是跨境成的。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sqr的client。 那这sqr的client呢,上面也有bind的。 那它也有iv接口。 OK,就是两个eit。 然后呢,在上一个回合里头,我们说明了。 它在call它的时候,在正向的调用的时候,它会传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它call的是transact。 transact的参数呢,第一个参数叫code,编码。 第二个参数叫puzzle,叫data。 就是它传过来的时候,要去准备这个data。 所以它就去准备这个data的时候,就把iv接口存到data里头。 把iv接口的指针存到data里头。 再把data从这边送过来。 送过来的时候,transact会调用ontransact。 所以这边sqrService的ontransact会来处理。 它会把data传过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它读出来。 再从data把它读出这个callback的。 iv接口。 那么它就掌握到iv接口啦。 它就可以call它啦。 因为这个iv接口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传过来的,传到data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写callbackiv.transact。 那这边还是一样有ban码有callback的data。 ok。 所以这样就可以call回来啦。 它这边传过去的时候,把这个的指针放在data参数里。 把它送过来。 送过来再从这个data里头把它取出来。 就可以callback。 好啦,callback过来。 因为它是transact嘛。 这边有一个transact。 函数。 那这边要一定有一个ontransact的函数。 来处理这个data嘛。 所以两边都有ontransact的函数。 两边都有transact的函数。 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配套。 一样的造型叫eit造型。 好。 所以可以了解这边一定有一个ontransact来接它。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写这个代码。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cline端的这个代码的一个例子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写cline。 其实就是sqr类。 就是sqr类。 那sqr类呢。 首先做定义。 给h档。 那它要计成bminor。 为什么? 因为cline也需要IP这口。 所以要计成bminor。 所以这边的cline。 就是计成bminor。 计成bminor。 因为mine的里头有ibj口。 ibj口有transact。 这里有transact。 这个transact会call mine的ontransact。 那transact是抽象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实现。 所以先定义一下。 这个函数ontransact。 好啦。 那现在我们就来定义好了这个cline的类。 我们就来写它的代码咯。 好。 那代码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service。 什么意思。 怎么把它绑定咯。 一样的。 cline的重要的任务就是。 第一个动作要绑定这个服务咯。 所以找到sm。 再来把id给sm。 他就帮你绑定了。 绑定之后呢。 给你一个ivj口。 给你一个ivj口。 所以这是准备要扣过去咯。 这个ivj口呢。 这个ivj口是service的。 现在抓到ivj口是这边的。 是这边的ivj口。 这ivj口。 OK。 我们再回来。 所以这边的话, 是那个service的ivj口。 好啦。 那要准备扣过去咯。 这是要准备扣过去咯。 扣到就是service的ivj口。 准备扣过去咯。 所以里头有两个参数。 两个包裹。 那这个包裹呢。 就是要事先准备咯。 所以就把这个this把自己的ivj口。 就是自己的ivj口。 这是自己的ivj口。 自己的ivj口。 ivj口。 ivj口。 那把自己的ivj口呢。 把它写进去这个包裹里头。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包裹。 这个调用呢。 把这个包裹传到。 传到这个sqr service 的这个这个类。 里头的on transect。 on transect里头呢。 那第二个参数叫data。 就可以再把它读出来。 就可以读出来。 就得到callback。 ivj口了。 然后就可以倒过来扣过来了。 所以这边是在正向调用的时候。 把自己的ivj口。 写进去这一个data的包裹。 然后把它传过去给sqr service。 然后由那边的on transect再callback回来。 ok。 然后再来这边也要有on transect的函数的实现。 那这个是callback回来的。 就是从这一个service。 从servicecallback回来的时候。 那么会调用到这一个sqr的on transect这个函数。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处理回调的这个函数了。 ok。 其中这一个。 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核心服务呢。 怎么去绑定client的ivj口。 事实上我们刚刚已经答案已经说明了。 由于正向调用发生在先。 回调时间在后。 所以呢。 正向调用的时候。 将client的自己的ivj口。 把它打包在这个data的参数里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来简单的说明。 这一个client。 这是在sqr的这个类里头的函数。 第一个get service就是做绑定的动作。 做bind的动作。 第一个先找到sm。 再来呢。 做绑定。 所以会传回来一个ivj口。 好啦。 那在做正向调用的时候。 因为要传的是data传过去。 所以先把自己的ivj口。 把它放到这个data里头。 然后再交由它。 传到sqr。 service。 类里头的。 on transect。 这个。 函数。 然后再来。 在这个。 事先的这个作用。 就是要把这个ivj口写进去。 就把ivj口写进去。 这个参数变量里头。 ok。 就是把sqr自己的ivj口写进去。 这个data。 这个参数变量里头。 ok。 好。 那么接下去就是。 调用transsect咯。 调用transsect就真正的。 把data。 里头呢。 含。 ivj口。 把它传过去的。 传给service。 call service。 ok。 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 传到他那里就执行on transect了。 啊。 就是传过去啦。 到on transect的时候。 你看这已经是sqr service咯。 on transect就。 刚刚的传过来就data咯。 哦。 所以就从data。 再把这一个。 read strongmind的。 再把ivj口读出来。 啊。 再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就可以。 call回来啦。 所以这一个transsect呢是。 callback。 啊。 callback。 啊。 到这个sqr。 这一个client的。 ivj口。 啊。 ivj口。 ok。 所以从这里就把这一个。 啊。 取出这个ivj口。 就绑定了这个ivj口啦。 就绑定了。 这个时候执行callbackiv。 这就是开端的ivj口。 就可以回调到sqr类。 也就是执行的。 啊。 啊。 他调用了sqr类的transact。 他transact在调用ontransact。 所以调用到sqr类的ontransact。 ok。 好。 那我们就。 把这个代码帮你收银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啊。 这个。 总结。 那总结呢。 第一个议题就是同步。 啊。 我们要探讨的是同步。 或者是异步。 这样的概念。 那什么叫做同步呢? 啊。 就是我们。 一般的奏法都是。 属于同步的回传。 什么叫同步回传。 我们来做个说明。 你看。 当我们这是一个ivj口。 然后调用的时候是。 这个是传递过去的。 比如说。 这边是data。 这个包裹是要传过来的。 所以这边。 执行完毕。 就是调用完毕。 那么reply。 准备好了reply之后送回来。 啊。 所以这个叫做同步。 就是。 啊。 在执行这一根代码的时候。 那就call过去啦。 扣过去之后。 会执行。 对方的on transit。 执行执行执行了。 完毕之后。 会把reply送回来。 对不对? 那叫做同步。 就是在函数执行的尾巴。 就送回来了。 它的时间点是确定的。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 把reply里头的数据拿出来用。 好。 所以这是在函数执行完毕。 在尾巴的时刻。 就会把reply传回来。 这个时间点是固定的。 啊。 是固定的。 这表示同步。 好。 那么这个同步就是说。 我在call过去的时候。 把data送过去。 好。 再来在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 在执行on transect的过程当中。 执行到最后一刻。 这是定点哦。 时间是确定的。 在这一刻。 就把这个reply里头的东西就回传。 回传。 回传。 回传到这里。 回传到reply传回来。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叫做。 同步。 叫做同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异步。 异步就是说。 这个要传回来的时间点。 是不确定的。 所以突发状况之下。 才由回。 这个service呢。 临时。 主动的回调。 不是被动的回传。 啊。 所以这个同步。 叫做return。 啊。 同步的回传。 啊。 叫做return。 那这一个异步的。 主动回调。 这叫做callback。 这一边是被动的。 就是被调用。 被主动调用。 被动回传。 啊。 这叫做同步。 这边是主动调用。 被主动调用。 但是也主动回调。 这个称为异步。 因为两边。 啊。 就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要回来。 啊。 所以。 两个方都是执行各自的。 啊。 所以这个叫做有必要的时候。 在什么时间点。 是未知的。 什么时间点。 是未知的。 这个叫做异步的回调。 OK。 好。 那再来。 在这个异步的回调的地方。 我们之前看过了。 在正向的调用。 我们会加两个类。 加stop类。 也会加proxy类。 对不对。 这是正向调用的时候。 我们会。 应用这个BP interface的模板。 跟BN interface的模板。 来产生这两个类。 产生这两个类。 提供好的接口。 同样的。 callback是不是也要呢。 也可以。 callback的时候。 proxy类放在这里。 这个stop类放在这里。 啊。 所以。 这个都是在Android里头呢。 很常见的。 啊。 在Android呢。 那正向的调用。 也会加proxy跟stop。 反向调用。 也会加proxy跟stop。 那这是Android里头的一个。 啊。 常态。 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异步的callback回调。 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 我们在这一个。 callback的主题呢。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